卡拉工序 卡拉工序是将单丝、进入卡拉机定型为单边炼芽 最后将左右单边炼芽组合为卡拉炼芽 外业公司生产的卡拉炼芽规格为3号 暗颜色可以分为黑白黄三种颜色 我们卡拉工序主要培训内容有 1.开关机 2.更换单丝 3.调整组合器 4.调整打头器 5.磨针 我们将通过视频让大家对这个动作有所了解 开卡拉机全过程 首先我们要打开机台对应的空气开关 然后再打开机台上的左右温控开关 我们看到了打开之后 有两个指示灯就亮了 这是左右温控开关 上面都有素质显示 等机台升温到温控表所设定的温度 我们一般是设定170到200左右 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台上的开关 然后等它升温到一定的温度之后 再查看追轮 机台正面的追轮必须处于上下微动开关之间 这样的话我们方可启动绿色运行开关 好 好 查看之后 启动绿色运行开关 等机台启动之后 我们还需要确认机台是否正常运转 练牙是否正常合格 我们把两边的练牙条穿进组合器 使它组出一条完整的练牙 卡拉机生产出来的练牙叫卡拉练牙 检查练牙的质量时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量表 这个量表是用来检查练牙的规格的 检查尺头和边框是否达标 然后达标之后 我们方可离开机台 开卡拉机步骤 1.打开机台对应的空气开关 2.打开机台上的左右温控开关 3.机台升温到温控表设定的温度时 我们就可以准备开机 开机之前 4.查看锥灵 一定要在上下微动开关之间 5.再点击机台绿色启动开关 6.确认机台正常运转之后 检查练牙的质量合格 这样就可以了 关机时直接按红色停止开关 卡拉拉更换当丝 当盘头上的当丝走完之后 我们要去当丝存放点 取用合适的当丝盘头 将空的当丝盘头取下 然后要换上新的当丝盘头 安装上面的当丝盘头时 要注意当丝要由外向内方向 然后将小手轮插进当丝盘头 拧紧固定螺丝 接着将当丝由内向外 穿过右边的瓷眼 这边有两个瓷眼 我们上面旁头要穿过右边的瓷眼 方向是由外向内 穿过瓷眼后 我们走到另一边 将当丝拉过来 然后穿过最轮朝上面的瓷眼 接着将最轮取出 将当丝穿过最轮上面的瓷眼 接着将当丝穿过机壳上边的瓷眼 一手拉住当丝 一手拿起最轮 要注意 要将最轮停放在上下围动开关的中间 下面是下围动开关 上面是上围动开关 最轮要放在两个围动开关的中间 然后将当丝穿过外面的一个瓷眼 最后将当丝穿过过线坐 穿过线坐时 若有时候很难穿过 要一手撞动皮带 一手穿过 然后启动机台 查看当丝走出来的质量是否合格 一般我们要查看单边树链的边框 厚度 以及此头 以及此头 检查合格后 要将单边树链 穿过组合器 然后将另一边的单边树链也穿过组合器 最后要查看 最后要查看两边当丝走出来的链链 是否合格 更换当丝步骤 在单丝存放点取用 所需单丝 检查单丝色光 是否与机台上的单丝一致 二 将机台上空盘头取下 安装新的单丝盘头 安装下面的单丝盘头时 单丝由内向外穿过左瓷眼 安装上面的单丝盘头时 单丝由外向内穿过右瓷眼 然后左右分别依次穿过坠轮和过线座 当丝穿好之后 坠轮必须在上下微动开关之间 三 启动机台 将两边树链穿过组合器 走出卡拉链压后 检查质量 组合器调整 我们看到这个链压是属于爆芽的情况 那爆芽的情况呢 我们看一下它整条的话 我们再怎么把它弄它也是不能够把它合在一块的 这个是因为那个组合器调得太松了 它就没法走出一条整的链压出来 这时候就需要调整那个组合器 使它走得平整 组成一条 我们两条链压走出来的卡拉链压是要求平整 续滑的 有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弯曲的情况 这个时候是因为那个组合器调得太紧了 需要调整组合器 使它重新走得循环 走得平整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